我死了 才能够 或者我把心掏出来给大家看 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红色的心 就是陷入到一种很恐慌的一种状态 就是不敢出门 包括妈妈也是陷入到一种恐慌的状态的家里 然后一种自我的怀疑 就是说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爱国激情 爱国热血的一个青年吧 然后突然发生了这个事情 大家都在网上骂我汉奸 包括说我妈是日本人的情妇 然后说我父亲又怎么样 其实我父亲16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 这种编造这种不实的信息 然后我就产生了自我怀疑 然后生活在这个恐惧当中 然后也不敢出门 妈妈就是还有很多次 就是她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她说是不是我要从这个楼上跳下去 死了以后才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是 你这次你得到那么多的司法工作者的支持 那么多人愿意帮你 大家一直认为 也不是在帮你一个人 就觉得啊 这种文化 分为不正确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 都留出一首赞歌 我和我的祖国 都留出一首赞歌